企兵推翻明朝 最后却功败垂成的闯王李自成 在满清灭亡后 虽然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 得到了部分肯定 不再被抹黑为杀人如麻 无恶不作的流口 但在以假身三百年纪为代表的 现代史家笔下 依然是一个打进北京之后 就军臣上下迅速腐化堕落 只顾追欢逐乐 不以国事为念 不折不扣的反面教员 直到顾成先生于80年代 明末农民战争时 才推翻了李自成是流寇主义的传统阵制 以详实史料证明 李自成同样注重地方政权建设 设置节度史 防御史等管理地方军政 进京后努力稳定社会秩序 并未放松对军队的训练 该书并将李自成的拜因 军结为他将大批军队分派驻守各地 出称山海关时主力兵力不足 才被满清多尔滚和吴三贵联兵击败 其实这也恰好说明 李自成 彼之刘邦 朱元璋等 从义军首领变为开国帝皇的成功者 最真面的缺陷就在于战略眼光不足 关外的满清政权 经过怒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 历时数十年的苦经经营 此时已经是一个立国近三十年 体制完备的吻护政权 并通过三天抽一的强大动员力 有能力一次性在华北地区 投入超过十万人的机动兵力 而且还是携带多门红衣大炮的步兵 起兵 炮兵协同作战的大兵团 在明清战争中决定性的松山大战中 皇太极倾其全力 十一万八起大军苦战经年 一举打垮了最后十三万明军精坠 并招降明军主帅红成仇 将运丧失的明王朝 这才再难压制关内流民几亿 终于让李自成得以从十八残旗 被逼入商洛山的窘境 到相距几十万步骤 收编九编明军 兵临北京城下 逼死崇祯皇帝 然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 就是情报严重之后 甚至不明白衰落已急的明朝 已经不再是其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 此刻的满清政权 才是整个东亚大陆的最强军政集团 李自成将大批军队分派各地 攻略甘肃 汉中 湖北 山东 也让自己的兵力优势化为无形 李自成虽然如顾成先生所说 在占领区域确实做了种种巩固政权 地方建设的努力 但因为相比于满清 绝脊速度太快 以至于政权基础远称不上巩固 就要仓促地和在关外立兵摸马 数十载的间谍 在一守南空的山海关 进行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 当李自成亲率大顺军八万主力 东征山海关时 污三会三万关宁军 并临时动员三万相友 凭借尖爱临城死战 满清涉之王杜尔滚 下令三丁抽一举国总动员 率领十万以上八起精兵星夜南下 在两倍于己的敌军内外夹击下 李自成军队损失惨重 头号汉将刘宗敏重伤 中层将校折损无数 在京畿和河北地区在南立足 被迫仓促吸射 到山西后 李自成再出昏招 处置严重适当 他本应自己坐镇太原 北守阎门西守太刑 源源不断地从关中争兵争凉 力争守住这对河南和关中 两大至关重要的根据地 然而 因为此前在攻略山西时 因为江湘为首的 宣大真明军投降过快 也让喜出望外的李自成 改变了先扫荡山西 观望时局的原计划 对明朝降军完全不加改变 急匆匆就东进直举京城 因此 当此大顺军撤出北京 想将人心浮动之时 江湘在大同轻易反叛 让近北防线被满清轻松打穿 而李自成的选择 竟是将主力收缩回关州 又不留大将率兵镇守太原 最后整个山西防线 在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 多路和机下 迅速土崩瓦解 几年后江湘因为被满清冷带 举兵反正 让多尔滚耗费一年时间 集中全部北方军力 无数精兵强将 才勉强镇压下去 也足以证明几年前的李自成 如果在山西地区侵略得到 足够和满清周旋一年以上 为大顺政权争取宝贵的战略调整时间 只可惜 就因为李自成又犯下另一严重战略错误 仓促返回关州 如此则其根据地关中地区 也再无地利可言 关中襄阳两大兵团更加呼应不灵 施山西则关中难守 仓促南下则胡广自然瓦解 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军事恶果 与之相反 满清入关后 多尔滚以灵活而恰到好处的军政措施 大肆招响纳畔 得到大批旧名官吏兵将的踊跃效忠 然后 以满洲八旗精兵为核心 分路统戴那些从明末边军转化而来的 汉军八旗兵马 一路席卷株连收编各方势力 降兵为陆营 兵风近乎势如破竹 所谓时来天地皆统力 在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的分进合机 请追猛打下 李自成在最后的同关决战中倾尽全力 难以败局 而后墙岛众神推 各地反叛不断 坐拥数十万步众 却一路丢成戒地 不得不向南方会逃 正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当此前经营数年的关中 湖广河南等根据地 都被李自成轻易丢弃 来到人地两身的长江掩暗 锐气已然尽失 维护到再无根本之地 可依托的刘明君本色 就算不在林敌侦查时意外生死 也再难有何作为 李自成一死 大顺君虽上有鱼龙混杂的几十万步骤 然而群龙无首 各部将领各怀心思难以整合 如此当然大事去矣 归顺南明政权后 又被充满偏见的南明官僚所忌惮憚憎恨 因此之后 大顺君在抗清战场发挥的作用 甚至远不如偏捐一遇的大西军 只能以变东十三家的名义 在三陕地区占山为王 最终当南明势力被满京绞杀殆尽后 李自成的四孙李来亨 同样以毛路山的一场大火 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 画上了句号 归根结底 十万里江山看似就在眼前触手可得 李自成君臣上下的急躁心态 战略决策上的两次严重失误 最终在内外敌人的合力绞杀 葬送了几乎近在咫尺的大顺天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